賴總統就職演說講了之後 中華人民共和國跟中華民國互不隸屬 現在公軍環台軍演 那是對賴總統的一種示警 那台灣是不是真的很危險 還是說只是讓執政黨更有底氣 從選前 其實因為我有訪問三個總統候選人 那時候在訪問賴清德總統候選人 現在已經當選了 然後也已經就職了 我就問他 那這個兩岸打仗的問題 你當選的話可能兩岸關係會緊張怎麼辦 他說他是三個候選人中最有把握 他說我當選兩岸是最不會發生戰爭的 就是賴清德總統當時的說法 那我現在給大家看的是什麼 因為今天是23就今天明天 對岸現在目前又在軍演 裴若西的時候飛彈還打過了台北的上空 到台灣的東部海域去 賴清德總統上兩岸關係會很緊張的 但是最後會不會發生戰爭 我當然不希望 但我不是預言家我不知道 我希望不要 但是看起來中國大陸會動手 包含了團克可能應該都沒有了 因為他講了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互不隸屬 馬前總統的說法 還有玉珍長期講說你怎麼講台灣 我基本上我覺得被忽略的覺得不滿意 這我都了解 但是今天的解讀就在於說 馬前總統他所講的 說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互不隸屬 這句話違憲 也從2021年蔡前總統講了以後到現在了 國民黨還沒有一個人跑去試的申請 你事先看這樣是不是真的違憲 我覺得應該可以試看看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實現 大法官才可以 第二個 賴清德總統他的說法是延續蔡英文 他也就是界定我們就叫中華民國 那到現在為止 其實我看到很多國民黨的支持者 他沒有意識到 他現在還講說 反正民進黨就是搞台獨 就是要修憲 要制憲 要建國 要搞台灣共和國 但是蔡總統八年沒有 賴清德現在的說法也沒有 那過往民進黨的支持者 像阿扁那時候 因為阿扁那時候 我就在跑新聞了 阿扁那時候當總統的時候 國慶大會那個國旗 海外僑胞是不拿的 這是什麼東西 車輪洞的派 對不對 丟在地上 可是現在國民黨的支持者 有沒有發現民進黨的這種 對不對 他包含了賴清德 他當時在選總統 去美國的時候 海外那些拿的獨立旗 那不是民進黨旗喔 那是台獨旗 左走台獨旗 右走中華民國國旗 所以民進黨 他有更多的中華民國元素在 也讓很多 我相信這邊現場年輕朋友 會覺得說 民進黨是台獨 你的意思是什麼 30年前那就是 就是台東嘛 台灣共和國 可是現在沒有啦 他就是拿中華民國啦 所以他意思說 我們是中華民國 就是中華民國 國號就是中華民國 沒有要改國號 國號也不叫中華民國台灣 國號就是中華民國 就像我就是叫黃偉翰 我的身分證就是黃偉翰 可是網路上面 大家就會講說 或是什麼其他名稱 但是我身分證上 身分證上國號還是中華民國 他沒有在修憲中華之下的時候 你要去說他已經 這個背叛的國家或什麼 這個基本上就是 會有各自不同的解讀 那因為現在對岸會跟他 有更高的這個軍事的緊張衝突 軍演會更多 那我剛剛給大家看那個圖 來再看一次 可是美方卻給了他 可能讓很多人都很意外的support 美國直接NIT 然後他發了布林肯 國務卿的公開聲明是 祝賀台灣 第五位的民選總統 什麼意思我跟大家做簡單解讀 就是美國對於1996年 我們修憲之後 民選總統之後的五位總統 李登輝 陳水扁 馬英九 蔡英文 跟賴清德 都恭喜 有沒有 上頁上頁 第五位的民選總統 所以之前的兩蔣總統 他沒有 他沒有含在內 所以美國他給你就是民主價值 那他叫他台灣總統 當然他不會叫他中華民國 他叫他中華民國 他怎麼跟中華人民國交戰 因為這個美國跟中共是建交的 所以就是說這個風險是極大的 就是賴清德總統他把兩岸當成是兩國的這個風險是極大的 可是他的論述呢 卻又可以被台灣的部分民眾可接受 而這個部分是30%還是40%還是能夠過50% 反而會使得下一次總統選舉的時候 藍跟綠之間做很清楚的切割 那白民眾黨這邊克文的主席 他就要去想說那我到底是屬於哪種論述 因為接下來很快的就會再次 有這種主權的這個 那如果年輕人 就像我們現在看到的年輕的這些網友 年輕的這些新的選民 他會覺得說我在學校讀到的立法院的那個過程是 他應該是怎麼樣 先這個提案 然後程序委員會送到院會 院會之後呢 再一讀一讀之後 副委到文會再去審查以後 然後再到二讀 二讀再三讀 可是為什麼過程當中配選念很多人 年輕人會質疑啊 最後一個結論 因為我的看法一直都是這樣 有人講說十年前二十年前都一樣的 你可以去找 你可能二十年前沒有在關注我 我只是記者嘛 很簡單 剛剛郁振講的內容 我都同意嘛 民進黨很多東西就是他之前的概念嘛 描述國會法等等 內容都可以做為一條 是要罰三萬還是十萬 是要關還是不要關都可以討論 這是國會要改革嘛 但是所有的討論都應該在表決之前 二讀之前就應該先講啦 結論的時候大家會問你嘛 你是不是願意當他的一生的伴侶 不論是健康還是這個疾病 不論是富貴還是貧窮 一輩子都要忠誠 我願意 講完才結婚嘛 不是結婚五年以後 你不願意啊 我願意 對 所以這是先後問題 雖然民進黨以前有過 因為他多數的時候 還有一個我舉個例子啦 因為民進黨現在我看到很多年輕人都在講 講完都尚且可以在那個 就是勞記法的時候 立願贊成講好幾個小時 那大家會問到說 為什麼現在國民黨跟民眾 不讓民眾多講一點 就講久一點而已嘛 也沒有什麼 所以我是覺得 明明就有62席 可以穩穩的把這個法案 跟民眾論述之後 得到多數民眾的支持 你不會得到百分之百啦 民進黨支持還是不會支持你啦 可是你得到多數的民眾支持 然後把法案修過 我覺得這是比較圖示的方式 因為不是只有這次的修法 還有2026的選舉跟2028 那如果國民黨覺得這樣做 可以得到更多的選民支持 那也可能是我的判斷錯誤 但我覺得這個可能會讓年輕人 對國民黨更不信任 那你下次選舉還是選不贏 預證你在金門也是可以贏啦 可是其他地方的這些 比如說新北 台中的 可能就會有一些民進黨又贏回來了 那這是國民黨要的嗎 可能要好好想一想